一人的 最后的笑声是属于一人的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四篇五十二篇 四篇五十二篇 这时候我们来聆听神的话语 惩罚弟兄 四篇五十二篇 勇士啊 你为何作恶自夸 上帝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 好像剃头刀快力伤人 你爱恶甚至爱上 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 诡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上帝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并要笑他 说 看哪 这就是那不以上帝为他力量的人 只以让他丰富的情感 只以让他坚定自己 至于我就像上帝 严重的心感感触住 我永永远远到上帝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因为你心的正事 我只要在你圣明面前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阿们 阿们 长时间交给刘国辉 立香 请 大家早安 赞美操的祷告组同工们 今天我们来思想 最后的笑声是属于义人的 人生在世只有两种态度 就是信或者不信 不是按着对上帝的信仰来看人生 并据此做出结论 就是按着对上帝的拒绝 和对上帝的相应不理 来建立他的人生观 一个人他心里怎样思量 他为人就是这样 他怎么相信就是那样的人 所以耶稣讲有两种根基 有两种门路 宽门大路就引到灭亡 可是窄门小路就引到天堂 那些因性而活的就是义的 相反的高傲的心在那里面 对上帝心不正直 这样的人就是不义的 亚伯拉罕就是一个典型 他是以信为本 他在上帝面前心存正直 诚实把神当神 神就跟他 以及他属灵的后裔立约 却任凭其他的人到审判的日子 这个分化是上帝定的 他预定谁得永生 我们不知道是谁 却是神的奥秘 可是借着基督 我们可以得永生 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 信者的人有永生 不信的人没有永生 上帝按照他的主权 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他拣选雅各 却任凭以扫 所以以扫是贪恋世俗 活在血气中 没有圣灵 福音是为所有堕落的人预备的 同样是上帝造的人 却有不一样的结局 奥古斯丁说 两种爱创立了两座城 爱自己以至心看上帝的人 就组成了世俗之城 那些爱上帝 心看自己的 就组成了上帝之城 分水岭就在于信 或者不信 我记得我有一期节目 是谈到如何读真言 很多人很有兴趣 圣经的诗歌智慧书呢 是神道哲学 基于上帝启示的哲学 不同于以人为本的 对人间智慧的追求 因为那是以神为本 对讨神喜悦 敬前生命的爱跟追求 所以有两本书 一本叫做三国演义 或者说在中国古典文学 还有一本叫西游记 三国演义是谈人间的志谋 孔明三气周瑜 等等这些人间的诡计 志谋 可是另外有一本 叫天路历程 圣徒的游记 他谈到的是对 敬前生命的热爱跟追求 人的心灵 如果没有对上帝的敬畏 爱慕 就无法获得这种敬前的知识 所以真言告诉我们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不敬畏神 无意认识他 就不知道要怎么样行 能讨神喜悦 而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 他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 自己眼中或别人眼中 以为的好事 他看我们跟他的关系 我们爱不爱他 愿不愿意顺服他 因为我们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以人为本的哲学问题之一就是 我们以为自己是自足的 以为自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帮助 不需要信神 自己从生到死 拥有所需要的一切 诗篇五少号篇第七节 大卫形容这样的人 看啊 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 只以仗他丰富的财物 在邪恶上建立自己 上帝不是这样的人的力量 他靠的是他的计谋 他的邪恶 仗来的是他的罪 怎样去败坏别人 让自己得利 生命如果建立在罪恶上就毫无根基 一个人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 就会像耶稣所讲的 无知的财主 那个比喻里面 无知的财主 今夜我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 大卫对这样的人说 神要毁灭你直到永远 他要把你拿去 从你的帐篷中抽出 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 今年是兔年 上帝好像把这样的人 从兔子的洞里 把他拎出来 而一人要看见而惧怕 并要笑他 所以我说最后的笑声 是属于一人的 如果要了解诗篇第52篇 它的背景呢 我们要回到 桑莫尔记上第21章 跟第22章 大卫跟约拿丹离别以后 在桑莫尔记上21章 1到6节记载 大卫到了罗伯祭司 亚西米勒那里 亚西米勒 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独自来 没有人跟随呢 大卫回答祭司 亚西米勒说 王吩咐我一件事说 我拆解你 委托你的这件事 不要使人知道 故此 我已派定少年人 在某处等候我 现在 你手下有什么 求你给我五个饼 或是别样食物 祭司对大卫说 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 只有圣饼 若少年人 没有亲近妇人 才可以给 大卫对祭司说 实在于有三日 我们没有亲近妇人 我出来的时候 我出来的时候 虽是寻常行路 少年人的亲民 还是捷径的 何况今日不是更 今日不更是捷径吗 祭司就拿圣饼给他 因为在那里 没有别样的饼 就更换新饼 从耶和华面前 撤下来的陈舍饼 但很不幸 第七节记载 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 留在耶和华面前 他名叫多义 是以东人 做扫罗的私牧长 私牧长呢 就是为扫罗看驴的 这样一个牧人 大卫离开罗伯之后 为了躲避扫罗 当日就逃到加特王雅基那里 后来他心里恐惧加特王 怕他认出他是谁 就在王面前装疯 被驱逐出境 逃到亚多兰洞 大卫到了亚多兰洞 他的兄弟跟父亲 全家听见 就都吓到他那里 为了安顿好他的父亲 父母亲大卫从亚多兰洞那里 往摩押网 到那里去 说容我父母搬来 在你们这里居住 等我知道上帝要为我怎样行 所以大卫就把父母亲 安顿好了 继续颠沛流离 住在山寨 上帝才先知 加德对大卫说 你不要住在山寨 你要往犹大地去 大卫就离开那里 进入哈列的树林 萨摩尔记上二十二章六到十一节记载 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 坐在垂丝柳树下 手里拿着枪 众臣仆 势力在左右 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在何处 就对左右势力的臣仆说 宾亚敏人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稀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 赐给你们个人吗 能令你们个人做千副长百副长吗 我的儿子挑唆我的臣子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也无人告诉我 为我忧虑 那时以动人多意站在扫罗的臣仆中 对他说 我曾看见耶稀的儿子到了罗伯 雅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那里 雅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 又给他食物 并给他杀菲律士人哥利亚的刀 王就打发人将祭司雅西图的儿子雅西米勒 和他父亲的全家 就是祝罗伯的祭司都召了来 他们就来见王 扫罗说 雅西图的儿子要听我的话 他回答说 祝啊 我在这里 扫罗对他说 你为什么与耶稀的儿子结党害我 将食物和刀给他 又为他请问神 使他起来谋害我 就如今日的光景 雅西米勒回答王说 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呢 他是王的女婿 又是王的参谋 并且在王家中是尊贵的 我岂是从今日才为他请问神呢 段夫是这样 王不要将罪归我和我父的全家 因为这是无论大小 夫人都不知道 王说 雅西米勒啊 你和你父的全家都是该死的 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 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 因为他们帮助大卫 又知道大卫逃跑 竟没有告诉我 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 杀耶和华的祭司 王吩咐多意说 你去杀祭司吧 以东人多意就去杀祭司 那日杀了川西马布 以福德的85人 又用刀将基石城 罗伯中的男女孩童 吃奶的和牛羊驴 尽都杀灭 多意因为贪爱立位财富 就出卖大卫 狠心残杀基石城 罗伯的众祭司 连男女孩童 吃奶的牛羊驴都杀了 大卫为了扫罗 听心多意的谗言 以为他跟亚希米勒 连同仲基斯 接党要害扫罗 导致城里的人 竟都被屠杀 他感到非常痛心 他也深深感到 人心多么恶毒 人的舌头又是多么可怕 多意既然是 罗伯城的人遭毁灭 上帝也要毁灭他 大卫就讽刺地说 你好伟大 好勇敢啊 勇士啊 你杀死85个 手无寸铁的祭司 你应该为自己的懦弱 感到羞耻 神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 按神形象所造的人 却远离他的慈爱 对人如此残忍 大卫说 勇士啊 你为何以作恶自夸 神的慈爱是长存的 你的舌头邪恶诡诈 好像剃头刀 快力伤人 所以雅各书里面雅各说 舌头在白体中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啊 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 能误会全身 也能把生命的轮子 点起来 并且 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大卫必要做王 因为上帝已经预定了 可是像多亿这样的人 为了个人利益 就讨好扫罗 出卖大卫 与大卫为敌 不说和平的话 倒想出诡诡诈的言语 爱地上的安静人 大卫在诗篇五十二篇三到四节 他接着说 你爱恶 胜似爱善 又爱说谎 不爱说公义 诡诈的舌头啊 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 多亿似是甚高 为他的恶行沾沾自喜 可能他到处夸他所做的 这是罪人的愚昧 保罗说 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 当领导多亿的审判 来到了 神的子民会注意到 这会让他们尊荣敬畏神 也会让他们对这样一个 恶徒的覆灭 抱着以满意的笑声 司夫人说 这种笑声更像是庄严 而不是欢乐 因为是正义得到伸张的笑声 心中的快乐喜悦 诗篇五十八篇十到十一节 诗人说 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也是要踏过恶人所流的血 因此 人必说 一人诚然有善报 在地上果有实行判断的神 多亿就是一个倚仗财富 不依靠神 会为钱财利益 出卖自己灵魂的人 他不以神为他的依靠 凡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的愁苦就必顶加增 中国有句话说 有钱能使鬼推磨 唐宠璐牧师把这句话很巧妙地反过来说 看见钱就推磨的都是鬼 在多亿身上我们看到这一点 大卫盼望诗人看见像多亿这样的人 所做的是一场白日梦 他的生命不是建造在磐石上 而是建造在沙土上 最后诗篇52篇8到9节大卫说 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 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 我要称谢你知道永远 因为你行的这事 我已要在你圣明面前仰望你的名 这名本为美好 青橄榄树这个名字 是神给倚靠他的人 这些选民所取的 只要他们坚心倚靠神 不偏离 就必定如此 就必定是又华美 又结好果子 橄榄树是最长述的树木之一 克西玛丽园的橄榄树今天还在那里 还结果子 依靠神慈爱的人就是这样蒙福 历久不衰 归正神学家把神的恩典分为两种 一种是在创造界的普遍恩惠 谈的是神的护理 对每一个生命的祝福 另外一种是救赎恩惠 是神在救赎事工上 所彰显的特别恩典 那可以归纳出一个简要的说明 就是所有的人都从前者得到益处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从后者受到感动 神给所有的人某些好处 却给了某些人所有的好处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主动把一些好处给世人 无论你信不信他 他就日头照好人也照待人 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神根据自己恩慈的本性 赐下非救赎性的恩典 他的死悲伏笔一切他手所造的 但是把所有的恩典给了爱他的人 所以我们读到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影响到的 我们读到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都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赐给我们吗 普遍的恩典是为了我的生活 叫我性命得以保存 所以神从天降雨 赏赐封年 叫我们饮食饱足 满心喜乐 过春节就是欢欣这个 为了神借着创造 护理自小的恩典 我们欢喜 但是唯有救赎恩典 才把人带到跟神正常的关系中 那就不是春节庆祝的 那是圣诞节庆祝的 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 是说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在雨水旁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 并不惧怕 叶子仍比清脆 在干旱这年 毫无挂虑 而且结果不止 神救了我们 他会用最特别的办法 来照顾我们 提摩带前书四章十节 保罗说 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 他是万人的救主 以更是信徒的救主 我们的指望在乎神 英国信心的使徒乔治穆勒 他凭信心开办了五间孤儿院 每天都需要庞大的开销 在他日记里面 他写到191844年9月4号 他经历一次很特别的神机 他说今天早上 我手里只有一分钱 一天开始 我手中只有一分钱 可是有1400人等着要吃饭 他打开圣经 读到约翰福音 十七章二三节 耶稣对天父的祷告 说 并知道你爱他们 如同爱我一样 面对庞大的开销 他想到天父爱他 不必爱耶稣少 他就有勇气跟神祷告 神就在最后的紧要关头 感动人把奉献带来 让穆勒能够见证 他侍奉的是真神 是活神 提摩凯勒牧师 他提到 神儿子的灵给我们带来什么 让我们大胆无惧 让我们自觉富足 让我们视困苦为磨炼 让我们对神的爱 有完全的把握 让我们与天父 天天保持联系 神今生对我的爱 并不会比永恒少 神有多爱我呢 从他甘愿此下 他的独生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 甚至在哥林多前书 三章二十一节 保罗讲过一句话 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 我们与基督同坐后四 所承受的恩典是这么大 因为父爱子 已将万有交在了手里 我们是属基督的 是可以分享 耶稣的一切 所以万有都是我们的 只要我跟耶稣的关系是真的 这一切就都是真的 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 你不是依靠神 就跟这个应许无分了 你的指望就只在于 今生的这一点点 而神把罪人积存的财物 归给他所喜悦的义人 为这个缘故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因为他在帮你存钱 你要的不是金银 是恩宠 所罗门说 每名胜过大财 恩宠强于金银 上帝喜欢你 上帝就赐福给你 你不会有任何缺乏 万有本来就是我们的 所以今生我没有必要 什么都要拥有 我也不用跟人计较 因为本来都是我们的 我们已经得救了 救恩是主对我的怜悯 奖赏是他对我服侍 对我生命的欣赏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他们在于神的殿中 发望在神的院里 就是年老的时候 还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酱而长发青 神就是这样爱我们 他的慈爱像忠实的朋友 一生一世永远伴随着我们 大卫说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大卫不是说 也许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说不定会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有预感可能恩惠慈爱 会随着我 大卫可以讲这些话 但是他说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一定的 神的应许绝对可靠 我们信的是一位可靠的神 今天的危机就是 人不信神 只满足于神赐给他眼前的 某些好处 就认着刚硬不可悔改的心 不愿意从心思跟态度上 转向神 但是从耶路撒冷开始传起的 就是悔改赦罪的道 当一个人不存着诚实善良的心 顺从真理 就是为自己积蓄神的愤怒 直到审判的日子来到 不顺从真理 反顺从不义的 神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 包括叫他们遇见患难和困苦 当耶稣基督在来之前 神会慢慢地收回 祂的普遍恩惠 对于蒙恩的人来说呢 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却是越来越多 他们的道路向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被神任凭的人 要向野葡萄 到熟透了 被丢在神 愤怒的大酒扎中 多亿这个人呢 还没有遭报 大卫就凭信心赞美神 他知道神是圣洁的 必定忠于他所启示的名 记得大卫当年跟菲利士巨人 哥利亚征战的时候 他倚靠的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不是扫罗的盔甲 今天我们也要像大卫这样 信靠神 仰望他的慈爱跟施恩 在所上帝显明的一切真理上 我们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 不因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像多亿这样不倚靠神的人 他们所行的 不要向他们生出嫉妒 更不可心里烦躁 自作主张 你要相信 最后的笑声 是属于义人的 笑到最后的 才是赢家 而这并非取决于基运 乃是上帝所命令的 最后的笑声 是给义人的 诗篇58篇 事到11节 诗人说 义人见仇敌遭报 就欢喜 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人必说 义人承然有善报 在地上会有施行判断的神 你愿意笑到最后吗 等候神 不要因为不能等 在走在神的前面 自己做出糊涂事 结果呢 别人会笑你 神的意念对我们多么宝贵 他的命定是多么的 美好 他对我们暂时的沉默 实在沉思 要怎样更多的爱我们 把更好的给我们 保罗说 谁能使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呢 所以基督徒不多讲幸运 而要多讲蒙福 我是这么有福 被神恩待 被上帝如此恩待 神使我如此 他使我 他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爱奇的水边 他使我 他领我 他帮助我 知道神有恩典 并且相信 没有任何事 能拦阻他对我们的爱 就让我们 能够在试炼中 靠他 得胜有余 所以快要过年了 我们讲到 上帝 为所有人 预备了某些好处 为某些人 预备了所有的好处 我们是这群人 特别蒙恩的 所以祝福大家 年龄有余 而且呢 靠主的恩典 得胜有余 我们去祷告 主啊 这个世界很多人 以取代你的代替品 以别人代替 伊亚华 他们盘望 中碧落空 事后到了 你就把他们拔出 把他们拿去 借了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看见 把自己投身 在你的眷顾中 借靠你的慈爱的人 是多么的有福 主啊 我们在圣经里 也看见大卫 他一点因为 拿巴的鱼丸 在列路中 大行杀戮 幸好 你借着拿巴的妻子 雅比该 及时拦走她 让大卫 没有做出日后 让自己后悔的事情 当大卫只出怒气 离奇愤怒 等不多久 你亲自动手 击打了拿巴 把他拿去 他就死了 你说还有骗食 恶人要归于无有 就是细查他的住处 也要归于无有 赐我们千辈的心 赐我们受教的灵 将你的真理 藏在心里 让你来建立 让我们在你应许中 经历你那侧不得的丰富 你那智慧的代理 愿我们中间 没有一个人 感到日子虚空 而尽头是 被你的丰盛所充满 你是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主 我们单单仰望你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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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